《癌症》全世界首要的死因之一 它是一组可影响身体任何部位的多种疾病的通称 其中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 对人群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 请关注本期吉林卫生 肺健康的日常监测与肺癌的正确诊疗 关注大众卫生话题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吉林卫生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是长春肿瘤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卢卫平 卢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卢卫平 长春肿瘤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 从事外科临床工作30余年 对胸外科 肿瘤外科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和临床科研工作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实践 是我省胸外科领域和肿瘤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 擅长肺癌 食管癌 奔门癌 纵隔肿瘤的常规根质性手术治疗及综合治疗 下面欢迎我们的健康观察员豆豆 豆豆你好 主持人你好 卢教授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人活在世界上可以几天不吃饭 但是不能够一分一秒不呼吸 这就说明了呼吸对大伙生活的重要性 而肺作为人体的一个呼吸器官 对人体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可以这样说 只有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肺 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齐哥 我记得上一次卢教授来我们演播室的时候 给我们讲了肺的重要性 还有肺部疾病发生的一些因素 那么卢教授今天 今天你要给我们科普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今天你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肺健康的日常监测 与肺癌的关系 那么卢教授首先我想问问你 肺部常见的疾病和肺癌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从疾病这个角度讲 就是说在你日常工作中 你的肺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了 发生了变化了 那么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两大部分 就一部分是叫感染性疾病 另一部分就是肿瘤性疾病 这是目前肠分的 那么还有些呢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肺的疾病呢 又不是感染又是肿瘤 是啥呢 是由于肺的功能的问题 比方说呢 长时间的这个 这个污染 不良物质的接触 那么虽然它既不是细菌病毒的感染 又不是肿瘤疾病 那么呢 它对肺呢 也有一定的损害 那么卢教授啊 在现在临床中 检查肺部疾病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现在呢 肺部的这个日常的检查的手段很多 比方说呢 我们普通的S光片 包括我们的这个胸部的吸涕 我们胸部的核磁 这个呢 这个都可以作为日常检查的这个有效的办法 从这个精密程度上讲呢 现在呢就是 叫胸部的吸涕及胸部影像的三维成像 这个呢是比较适用 也比较简单的手段 那卢教授啊 据我们了解啊 最近几年呢 这个胸部CT在体检当中的应用是越来越普遍了 很多人在做完CT之后啊 就被告知肺部长了结结 这个结果呢 让很多人都不安 他们甚至觉得这个肺部结结啊 是不是就等于肺癌呢 那事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检查过程中 发现了有肺的结结 说老百姓都很警惕 嗯 有的甚至很恐惧 医生呢也很重视 肺部的结结的这个种类很多啊 从病人病因上讲 有一般的肺部的慢性疾病 发育的问题 还有呢后天的激发感染 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结核 感染以后 形成慢性的这个病灶 经过治疗和体内的正常的防御功能以后 这个局部呢逐渐稳定了 形成了结核感染后的盐性斑痕 或者盐性的肉芽 这样情况也形成结结 有的呢时间长了以后呢 逐渐稳定了局部呢就概化了 还有一部分结结呢就是原因不明 你既查不着这个原因也查不着那个原因 这样的小结结 那么我们呢这个是不是要关注它 要处理它要把它手术切掉 或者给它用一些什么药物呢 这个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再有一个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哪一类是癌性的结结 大家可能关注到了就是近十年左右啊 这个肺部的结结有了一个新名词 叫磨玻璃样结结 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怀疑是恶性肿瘤的 目前常见的磨玻璃结结 磨玻璃结结不是百分之百是恶性肿瘤 但是呢从统计学上来讲 百分之六七十 对吧 所以这一看那个 这样的比例是还是相当大的 对吧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就需要处理了 吉林卫生建议大家 初次CT检查发现的肺部小结结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良性病变 却要高度重视 因为仍有一定比例的早期肺癌 定期检查必不可少 豆豆 这关于肺癌呢你了解多少 其实我之前还真的接触过一个呼吸科的医生 他跟我说过很多种类的肺癌的类型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细胞肺癌了 因为它是最难治的 教授 这个豆豆说的对不对啊 您跟我们来科普一下 小细胞肺癌的这个特征呢就是说 它生长特点就是长的速度快 对 而且这个标记清楚 只要是小细胞肺癌 基本上它的这个代谢产物 用我们现在手段查标记物 都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它这个生长速度快 那么那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它这个组织脆弱程度大 往往呢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适合做 就是说我们把小细胞肺癌切了以后 它这个组织就都比较脆 水分比较大 它对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化疗药物啊 包括一些这个这个抗肿瘤药物 它是相对敏感 老百姓说说是长得快消得也快 但是呢它容易反复 那么说到这个肺癌呢 到底该怎么治疗啊 相信是每个肺部肿瘤患者 都非常想知道的事情 那这个事儿嘛 还是得请教一下鲁教授 这个病人诊治过程中啊 好几个专业的医生同时在 共同研究你这个病的治疗 有放疗的 有化疗的 有手术的 对 有外科医生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病人说我想手术 还有的病人说我就不想手术 我就想保守治疗 我嫌那个遭罪 这都很常见的 跟这个病人交流 但是总的一个原则呢 它没有理解 是什么呢 我们做医生的 大家在多修科会诊的讨论过程中 认为你做手术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这个病人 我们医生在预判的过程中 说做手术比其他的办法 治疗的效果 或者说病人的生存期要好得多得多 化疗科医生说你先做手术 放疗科医生也说你先做手术 外科医生说那你可以做手术 这个含义就在这儿 如果我们几个专业医生共同认为 你现在不适合做手术 你去化疗或者放疗 那意味着啥 意味着手术和不手术和其他治疗办法 没有长处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百姓健康体检 和寻求治疗手段 治疗意见的时候 要跟医生沟通 各种办法都结合在一起 相互之间相互做 获得优势 健康的生活方式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掌握科学的妨碍常识 是保持自身机体和谐平衡 健康状态的三要素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远离癌症 健康生活每一天 好了观众朋友们 本期几天卫生就到这了 您的健康有我们的牵挂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